啊 好久沒拍片喔 好緊張 好久不見 大家我是Apple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近期的購物分享 這樣想說 好久沒有拍購物分享 2022上半年我買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就是跟大家開箱這樣 所以我這次呢 購物分享應該會分成兩集吧 然後這一集呢 會Focus在一些什麼 飾品啊 或者是配件衣服等等的 然後下一集呢 應該會是精品的購物分享 因為我最近呢就是買了蠻多精品的 然後有一些是Vantage 所以我想說 應該可以有機會 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今天這集呢 我想說我就從那個 最近很頻繁被大家問到的單品開始好了 好 那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我已經穿過非常多次 然後被問爆的這一件Mango的針織衫 然後這件針織外套呢 我非常喜歡的就是它的這個 有一點這種老花的設計有沒有 這種老花圖案非常好看 然後其實我蠻喜歡逛Mango的 大家應該就是蠻常發現 我其實很多絲服呢 哇 我現在絲服大概百分之八十 都來自Mango 就是我太愛去Mango逛街了 然後每一次進去買出來 都可以破萬 你們知道 就太喜歡了 然後其實近期買了非常多件啦 不過我覺得這一件呢 就是最值得跟大家分享這樣 主要就是這一件針織衫的衣 它真的是材質非常的柔軟舒服 它是那種穿上身以後 你會捨不得脫下來的那種針織衫 然後二來是呢 它的這個 你知道圖案設計很好看嘛 然後包括這個琥珀扣 我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上身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自己呢是買S號 那我自己覺得S號呢 就是扣起來 整件這樣子扣起來 當針織衫穿呢 我覺得版型非常的好看 但是如果要當那種外套穿的話呢 我自己傾向可能會買M號 就是稍微再oversize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穿那種寬鬆 比較大一點的外套的感覺 然後因為其實門市也蠻多的嘛 所以我還蠻鼓勵大家去試穿的 因為我幾乎每一件 都會在門市試穿完之後再購買 那這一件呢 我目前是覺得CP值非常的高 而且我已經 哇 出鏡率非常高吧 就是你們平常如果有Follow我IG 直播或什麼之類 我幾乎都會穿著 然後每一次穿都每次都被問這樣 那這件應該是我二月份的時候買的 離現在有一點點時間了 所以我有一點不確定 大家還找不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去逛Mango門市的話呢 可能可以去找找看這樣 那我也在他們的官網上找一下 目前這件還有沒有現貨 如果有的話呢 我會把它放在你的下方的資訊欄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近期入手了一個新的品牌 叫做GIM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然後這個品牌呢 我算是也是被 好像是臉書喔 好像是被臉書廣告打到 超級容易被臉書廣告打到的 你們知道嗎 然後呢 我就想說來試買看看好了 因為這個品牌我自己過去沒有買過 但是我之前有看過 他跟其他的YouTuber聯名過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對這個品牌 就滿有興趣的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試試看 入手個幾件這樣 那首先第一件呢 是這種有一點那種泡泡泡秀 公主秀的這種花紋的襯衫 然後我就是被廣告打到就是這一件 就是我看到他們那個外國的model 然後穿這件 哇怎麼那麼好看啊 然後我就不知道買了 然後我先講就是 他的質料什麼本身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其實實際收到之後 我是覺得品質還ok 然後還是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入春了嘛 春天了 所以我就開始選一些這種比較薄料 然後又短袖一點的單品 那這一件呢 我說真的喔 你實際拿到手上之後 我就發現他的圖案真的是那種 給大家近看一下 他的圖案是這種就是比較有一點 如果真的穿不好 會變成阿嬤的衣服喔 就是他的復古味蠻重的 他有很多花色 但是我最後還是選這個 就是我覺得就是看起來 最成熟一點的這個花色 然後我覺得這一件呢 就是搭配上會有一點微難度 就是如果你沒搭好的話 真的就是很像在穿 呃 長輩的衣服這樣子 然後實際上升之後 我自己覺得下半身很適合搭配一些 比較淺色的牛仔褲 或者是深色的直筒褲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他整個版型跟比例上會比較好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他的這個袖子 蓬蓬袖 尤其是這個袖子 他剛好會卡在大概手肘 就是五分的長度 就會遮住我的手臂 因為我個人本身手臂真的比較粗一點 所以我通常夏天會選短袖的話 我也都會選 盡量選快要接近五分袖的長度 然後我自己就是很喜歡 他這個袖口的設計 剛好卡在我的手肘的地方 然後我拿的尺寸是S 好 如果你不太喜歡這種袖子太蓬的話 建議可以往下拿一個尺寸 就拿XS 你可能就是這個袖子 就會稍微收進去一點點 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突兀這樣子 對 但不過實際到手以後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就覺得穿天非常適合 我覺得下面就是 我可能之後出門 還是可以簡單搭個那種 直筒的牛仔褲 這些都會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第二件呢 就是想說都要下單了嗎 然後我就在他們官網上面看一下有沒有喜歡的單品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有點小香風的背型 黑色跟白色其實我考慮很久 但因為我想說 我自己本身已經有黑色的小香背型了 我想說那我這次就入手一個白色的好了 說不知收到以後目前它是冠軍耶 這件我超級喜歡 一來是它其實是那種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針織 它是這種毛料針織 但是不會很厚很熱 就是春天我覺得是穿得住的那種針織 然後收到手以後嚇到它太滑太舒服了吧 就它這個 它這個面料是那種柔軟然後摸起來會很滑 因為我那時候收到包裹的時候我來請我們那個小幫手 你知道試摸一下 因為我說這個材質我超喜歡 就它摸到以後就這樣嚇一跳 就哎呦怎麼那麼滑 它就是一個非常滑順然後柔軟的材質 穿在身上就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我第一次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買過的小箱它都是真的有編織感的 然後所以它的手感都不會是這種柔軟的針織 所以我自己有點嚇到就是它可以做出這種 它是用那種金絲有沒有 有點就是它有做出那種編織 它有做出這種編織感 但是呢它又是那種柔軟的針織 所以我對於這整件這個材質呢 非常之滿意跟喜歡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些我最喜歡的元素 比如說這種就是浮誇的這種復古釦子 而且到處都是這種復古的釦子有沒有 它連那個口袋的部分也都有這種很大顆的這種復古 復古珍珠扣 就是 珍珠扣有沒有就是 完全是我的菜獎 然後上身之後呢我也覺得非常好看 不管你是要搭襯衫啦 或者是搭一般的素T 就是如果其實你想要休閒一點的話 裡面單穿一個素T 然後外面再 你知道這個背心就會變成主角 就會變成重點 單穿我覺得也會很好看 算是整體我買下來呢 目前就是到手我覺得最滿意 我覺得是因為它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是目前是我最滿意的一件單品 所以如果你其實想要嘗試小香風 但是你又覺得 可能你平常看網拍啊什麼的 弄小香風的背心都有一點 可能太挺 太硬挺 或是太浮誇 我滿推薦這件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柔軟的針織面料 實際上身之後就覺得那個正式感不會那麼重 再來下一件呢 就是這個有點湖水綠的 前面打結的這種襯衫 然後其實我這一次韓貨連線也有進類似款的襯衫 只是說沒有這個這麼漂亮的顏色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想要挑戰一下 就是因為我沒有湖水綠的這種襯衫 你知道嗎 而且它其實前面做的這種打折 我覺得非常的復古 然後再加上我很喜歡就是 胸口前面有綁帶的設計 然後最喜歡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袖子 它的袖子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四個珍珠孔 然後又有蕾絲 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歡珍珠 或者是蕾絲這種東西啊 這件衣服就是model穿上身的時候 就完全燒到我這樣 然後實際到手以後呢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的厚一點 它是那種比較厚棒一點的雪紡材質 然後我自己覺得 這個材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易皺 非常的挺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怕襯衫布會皺的人 這件完全不用擔心 它這個我到手之後 幾乎也沒有什麼很認真湯 就是稍微揮一揮 其實就很挺了 然後這一件呢 我覺得上身效果也很好 它不管是扎進去 或是不扎進去 褲子裡面都很好看 因為它的版型我覺得算是硬挺的 這件綠色我自己很推 而且非常顯白 我上身以後就覺得 非常讚 它大概就是會 榮登我那個衣櫥的那個 正式的戰服之一 然後呢提醒大家就是 GIN社給我就是專屬的折扣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官網上面看到 我什麼喜歡的單品的話呢 就是會有折扣的優惠這樣子 就是提供給大家 然後連結呢 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對他們家的衣服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欄去購買 然後再來下一件呢是日牌 然後因為我最近呢 開始就是蠻喜歡買日牌的嘛 自從那個Fesbee之後 我就很常就是 Fesbee就是我某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自從跟Fesbee合作之後 我就蠻常會關注一些日系品牌的 然後偶爾去那個逛街的時候 我也會看一下日牌這樣 這一件呢是我在KBF買的 然後我自己呢是實際試穿以後超級喜歡 我覺得KBF根本就是 你知道又要榮登我的愛牌了 它這件呢就是那種有點 有點慵懶 然後又有點優雅的這種 雪紡襯衫 但是我覺得它的布又不是雪紡 它是那種有一點綿麻 對我覺得是有一點綿麻感的這種材質 然後它整件衣服呢我覺得 非常的有設計感 我覺得日牌就是這樣 就是它會在就是 可能手臂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腋下的地方有一些抓肘 所以會讓整體的那個版型呢 跟一般的衣服不太一樣 所以非常的有設計感 啊你們看你們看你們看袖子 你們看又來了 我就是喜歡這種袖子 然後常跟我買衣服都知道 我很喜歡這種袖子開花的設計啊 或者是它的扣子是圓圓的 圓圓的這種扣子我也超級喜歡 然後袖子是這種有點蕾絲顧料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它好像還有米白色黑色吧 我選了很久 本來想要買米白色 可是後來就覺得 欸我沒有這種顏色 就是它有一點綠綠的 性性綠色 我沒有這種性綠色的上衣喔 一件都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這次就來挑戰一下這種性綠色的上衣這樣 然後上身之後我也覺得就是 扎起來不扎起來都非常好看 就是這種衣服就是非常的百搭 然後你如果平常是上班族需要穿的話 我覺得就是扎進西裝褲裡就很好看了 那你如果是休閒一點要穿的話呢 就是可以把它放下來 它可以完全遮住你的屁股 然後你下半身就可以穿一些 比較淺色一點的牛仔褲啦 或是那種窄罐褲 都超級好看好不好 這件我自己可能推薦 這件應該就是KDF的村莊了 所以目前你應該到他們的門市去買 應該都還有貨 因為我 我應該是三月初買的 所以 欸三月初嗎 還是二月底 我應該是二月底三月初買的 所以應該還算是他們的新品 大家可以就是到他們門市 或到他們的官網去看看 好 最後一件呢也是KDF他們家的 然後我先講一下圓圓 這件呢是我被他們的IG廣告打透 我好容易被廣告打透買東西喔 然後我就想說 欸不行我想要去逛逛看KDF 然後我那時候知道微風南山有貴 然後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逛微風南山嘛 所以我那天去逛微風南山的時候 就順便去朝聖了一下KDF 果不其然真的是挑了好多好多好多 最後就是選出這兩件這樣 然後這件洋裝呢 是我直接在他們的IG廣告上面 直接被打到 那時候就覺得我一定要買 它這件是一個我目前衣櫃裡面 完全沒有的一個版型 它就是那種非常日系的那種長版洋裝 然後我喜歡它原因是因為它其實是拼接 就是一淺一深的藍色拼接 然後這一件呢我覺得它上身的效果 它就是裹不起來 它就是那種朗朗的 你知道日系那種朗朗感 然後因為它的長度很長 所以我160公分穿就幾乎快要落 我騎地啊就幾乎騎地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它搭什麼平底鞋什麼 都會很可愛很好看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側邊 其實是有綁帶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就是不太喜歡那種很寬鬆 很Long的那種日系洋裝的話 其實你直接用綁帶做出腰身 我覺得穿起來也會很好看 所以想說今年春天呢 可能會給自己一些比較特別的單品 所以我就在KBF挑了兩款 就是我目前衣櫥裡面比較沒有的款式 然後這件洋裝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就跟大家分享 好衣服的部分呢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配件類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我現在戴在手上的這一支錶 這一支手錶呢 是一個日系的品牌叫做ETE 然後這個呢也是我在逛櫃的時候 我應該是在好像也是在微風南山喔 我應該在逛櫃的時候買的 然後因為我其實一直非常想要一個 比較細的一點的這種金屬錶 然後這個錶呢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是 因為它的錶面呢 其實不會很大 就是小小的 然後二來是呢 金色跟銀色的這種平接鏈 它不是只有單一的銀色 或是單一的金色 我就是一直猶豫說 我到底要買銀色錶還是金色錶 有沒有就是我猶豫了非常久 結果居然被我撞到金色銀色平接耶 就是根本不用考慮了 最後就直接買一個金銀色的平接 它的單價其實不便宜耶 因為我其實沒有買過 ETE他們家的飾品 因為他們其實最主要是飾品嘛 然後我其實沒買過他們家的飾品 我只是剛好逛的時候 逛街的時候看到這支錶 所以我那時候就 惡化不出日本買下來 因為這支錶真的太適合我了 我記得我應該是買大概 15000塊台幣左右 就是其實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其實是想要找一款好搭 實搭性高一點的錶 然後又不要太浮誇 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是走個比較低調一點的路線 不要太浮誇 不要太大 不要太亮 然後實搭度比較高一點 就是什麼衣服都可以搭配的 比較這種成熟 然後低調溫柔軟一點的錶的話呢 我自己還蠻推薦這一款的 就是這一款我目前戴起來 就是非常的滿意 我現在幾乎就 我從買到現在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幾乎天天都戴它 因為就不需要思考 你知道嗎 你也不用想說我今天這衣服搭還是不搭 就直接戴上去就好 因為沒有不搭的問題這樣 這支錶 好感冒是不是戴死 然後呢 那天逛街呢 我也繼續買了一個就是 Oh My God Gentle Monster 的眼鏡 這個我應該在上個月的Vlog 就有就是錄出過了 帶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之所以會買這個眼鏡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最近日系嘛 對不對 我最近就是 有在follow一些日本人 所以就想說我最近 今年2022年 就希望自己開始就是 能夠接觸一點日系穿搭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呢 日本女生呢 有時候他們在搭配上面 會配上那種黑的粗框眼鏡做搭配 他們今天如果穿 左打扮比較稍微文青一點的話 他們就很喜歡戴那種黑色粗框眼鏡 所以呢 我就在Gentle Monster 買了一個黑色的粗框眼鏡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之所以選擇Gentle Monster 這一款呢 其實是有圓圓的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日系穿搭黑框眼鏡呢 它的側邊這邊 一定要有 金屬 這是我的小觀察 它不可以整個眼鏡就是 上面沒有任何金屬 它就是上面還是要有一點那種 小裝飾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就是 他們的眼鏡都比較圓一點 如果你要學那個日系穿搭 他們的眼鏡都會稍微的圓一點 兩個鏡框的位置 會離得比較近 離鼻子近一點 那我這一個眼鏡呢 它就不是這樣子 我先戴給你們看 我這個眼鏡它稍微就是比較方 然後兩個鏡框的距離也沒有太近 就是稍微分開一點 那主要就是因為我其實試過 非常多那種日系的眼鏡 他們就是上面是尖的 但下面是圓的 然後兩個鏡框離鼻子比較近的 這一種眼鏡我戴都非常好笑 非常好笑 就我只能用好笑來形容我自己 就是我看起來就是一個蠢人 我不會講就是很蠢的樣子 所以我明明戴起來想要這種有文青智慧感 可是就沒有耶 我整個戴起來就是看起來就是蠢蠢呆呆的 所以我後來就循循秘密 我最後終於在Gentle Monster 找到這個粗狂眼鏡 然後這個粗狂眼鏡呢 我一戴上就覺得 喔 這寫著我的名字 因為我就是想要那種文青感 但是又不要太笨 看起來太笨 所以就是我覺得稍微 我的框稍微的方一點 然後那個離我鼻子遠一點 我覺得這個尺寸對我來講是最棒的 然後呢我在跟大家講為什麼選擇這副眼鏡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這個牌子嘛 你應該知道我好多他們家的墨鏡 然後呢我覺得最厲害的其實是他們家的鏡片 所以你就說他們家為什麼眼鏡賣的比較貴 我先跟大家講這副眼鏡 你不要看它就是一個普通的眼鏡 Nelt 它的鏡片其實是菜絲鏡片 而且它其實是抗UV紫外線的鏡片 然後還抗藍光 最主要是這個功能 意思就是說其實這副眼鏡 它可以是太陽眼鏡 你沒聽錯 就是說如果今天太陽很大的話呢 我是可以帶它出門 它是有抗UV紫外線的功能 而且呢它還是抗藍光 所以我現在就是如果打電腦眼鏡很酸的話 我也可以就是帶它 直接帶它起來就是抗藍光的部分 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是被他們的那個 Sales就是整個就是 說得心癢癢你知道 我戴上去的時候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就猶豫了很久 然後最後它就是 我最後下手就是因為它跟我講這個鏡片的功用 就是讚讚讚 你超爽的 你知道就等於買一個眼鏡 然後它又是太陽眼鏡 就是你知道 功用多多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目前這樣聽起來就覺得 那CP值蠻高的 再來呢就是我想要來跟大家 介紹一副珍珠耳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非常喜歡戴珍珠耳環 我的所有視頻裡面 最常出現的應該就是珍珠耳環 你看EVEN我現在耳朵上 都戴著一個珍珠耳環 然後因為我覺得珍珠耳環 它就是一個有一點低調 但是有一點高調的東西 我天了我在說 就是發現你戴珍珠耳環的人 會覺得哇你就是 有點復古喔 你有點你知道 不一樣喔這樣子 可是因為像我平常就是 你知道這種 前面的那種鬚鬚啊 頭髮瀏海其實會擋住我的耳環 所以它有一點若隱若現的感覺 不是很明顯 我就很喜歡這種 比較低調一點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戴金屬什麼 這些就很亮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戴珍珠 而且我覺得珍珠就是比較優雅這樣 然後如果 我是說如果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非常喜歡戴珍珠耳環的人 而且是長期有在戴 因為基本上我應該是天天都戴著 如果你是天天都戴的人 那如果你有一點預算 我是覺得買好一點的珍珠耳環 我覺得是必要的這樣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新入手的這個珍珠耳環 然後這個品牌呢 其實是我的健身教練 自己自創的品牌 很妙吧 我的健身教練 我就說我朋友怎麼都那麼斜槓呢 我的健身教練呢 他以前其實是一個珠寶的Sales這樣 他以前是做珠寶業的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認識他男友之後 他才開始就做健身教練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對鑽石啊珠寶啊 就是非常懂的一個 啊 就even其實我現在 你們看到我現在那個 脖子上的這個鑽石 我脖子上的這個鑽石項鍊 然後還有我手上的這個鑽石戒指 都是他們家的 主要他就是斜槓在經營嘛 所以就是我也會把他們的那個 他們現在目前只有IG 就是沒有觀望 我會把他們的IG放在下方資訊欄這樣 他們主要就是賣一些鑽石項鍊啊戒指啊 或者是耳環 然後呢 他們之所以會有珍珠 就是我本人 對 因為我有時候跟他說 我說你會做珍珠耳環嗎 他就說 有人在戴珍珠耳環嗎 我說就是我本人啊 我本人只戴珍珠耳環 因為他們之前就是有一些其他類型的耳環 我真的都不喜歡 我就說我只戴珍珠耳環 就是你們幫我就是 你能不能就是為了我封命 幫我做珍珠耳環這樣 所以他們後來才開始做珍珠耳環啊 珍珠項鍊等等的 然後他們這個珍珠的品質就是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的珍珠 他你知道提供了一些information 給我唸給大家聽 他們的珍珠是 提供日本Akoia的珍珠 它是一種海水珍珠的品種 那這種Akoia的珍珠呢 它是本身帶有一點粉色的光澤 算是市面上就是比較好等級的珍珠 然後我這個珍珠耳環的大小呢 是7mm 對 7mm 就是比較小一點 我現在耳環這個戴的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 我跟他們訂的這個是比較小 就是7mm 就是 我覺得是日常戴都非常適合的一個大小 就是比較小一點的珍珠 我戴一隻耳朵給你們看一下 我現在戴的這一顆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比較爛的 就是那種超便宜那種假的珍珠 然後這一個就是真的是 日本Akoia的珍珠 它真的就是有一點粉色的光澤在上面 所以它的光澤度跟那個手感都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長期會佩戴珍珠耳環的人 然後你有一點預算的話呢 我自己還蠻推薦就是買一個品質好一點的珍珠耳環 因為我後來會決定要跟他訂這個珍珠耳環主要就是因為我真的天天戴 然後品質不好的珍珠耳環確實我戴久了就容易發言啦 然後再加上他們其實光澤度什麼都沒有那麼漂亮這樣子 就是這種日本Akoia的珍珠真的是粉嫩又好看 大家珍珠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跟我一樣喜歡珍珠耳環 然後我自己很推薦他們的珍珠耳環這樣子 如果你本身對於鑽石有興趣的話 他們的鑽石都是等級非常好的鑽石 我覺得你們可以上他們的IG看一下 因為他們的那個款式非常的多 然後我每次都挑一些就是很低調 因為我自己就不是浮誇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就挑那種就是比較低調 因為像我的我看一下喔 我的手的戒指只有5分 鑽石克拉是5分 然後我的項鍊呢是10分 是10分的項鍊 就是鑽石稍微再大一點點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大一點的鑽石啊 就是我喜歡那種幾分幾分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點綴其實就很好看 嗯 好啦所以就 因為畢竟是我認識的人嘛 所以就希望大家也支持一下 我們健身教練就是自創品牌這樣子 因為自創品牌就真的很辛苦這樣 然後我幫大家要一要看有沒有折扣優惠 好了我剛剛講說我拍影片 如果他願意的話給我們一點折扣優惠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就是也可以點選下方的那個 連結去他們的IG詢問這樣 那如果有折扣優惠的話我也會貼在下方資訊欄 好不好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呢就是可以去尋問看看 啊 OK以上呢就是這一集的購物分享 好久沒有拍購物分享給大家 然後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我會儘快好不好儘快 因為3月有點忙度 我儘量我希望就是4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的這個精品 因為大家好像很喜歡看精品 精品好像比較點閱率 I don't know 反正就精品的部分我會就是趕快 然後趕快整理一下然後就是拍一集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買的哪些東西 然後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啦 我們下期見啦掰掰 Bye